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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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缓一路不合适 踏股都不能将它拽起分好 难道捉到大鱼了吗 三虎的心中不由得一阵高兴 我的力气已经算不小了 可却拽不动鱼网 这的多大的鱼才能有这磨种的分量 折腾了半天 三虎依旧没有把网弄上来 此时 三虎已经为的气喘吁吁了 在船上休息了片刻之后 三虎决定下水查看一番 一个蟒子他扎进了水里 湖水大约有一丈多深 对于常年和湖水打交道的渔民来说 这点深度根本算不了什么 没用多大劲 三虎就游到了鱼网的底部 仔细一看 原来鱼网被一块一尺见放的石头缠住了 把鱼网从石头上弄下来后 三虎便朝着水面游了上去 就在他转身的那一刻 原先还纹丝不动的石块 就像是被人用力推了一下在水里翻滚开来 看到这一幕 三虎猛地吓了一跳 两只眼睛也不由自主地朝着石头那边看了过去 石头挪开以后 一副骨架出现在了三虎的眼前 看到这 三虎这石碑吓了一跳 于是他赶紧用力一蹬蹭地窜出了水面 回到船上后 三虎依旧惊魂未定 那石头看起来分量很湿不清 魏师魔他会好好地从骨架上挪开 难道有什么神秘的力量吗 石头看起来在水底已经有些年份了 魏师魔偏偏在我下到水底的时候突然挪开 难道是专门让我发现那具骨架吗 骨架又是谁的 魏师魔会被沉到水底 既然自己遇到了 那就不能不管了 死因尚且不论 至少应该把尸骨打捞上来 让他入土未安吧 思量了一番之后 三虎决定栽下水一趟 游到尸骨出现的地方以后 三虎小心翼地把骨头都收拾了起来 令三虎感到奇怪的是 在他收拾尸骨的时候 有一条鱼一直在尸骨旁边游动 三虎也算是个老渔民了 潮湖里的鱼他基本上都见过 但眼前的这条鱼 他却是头一次陷到 那鱼通体金黄 大约有一尺来长 模样甚是漂亮 要是能把这条鱼捉住 回去给老婆炖汤喝 说不定他就能开口说话呢 想到此处 三虎便伸手朝着那条鱼伸了过去 奇怪的是 那鱼就像是等着三虎在捉他似的 竟然呆在原地一动不动 把鱼捉到手后 三虎收拾好尸骨便又回到了船上 眼看天色已经不早了 三虎便驾着船回去了 回到岸边时 岸边已经挤满了捕鱼回来的乡亲们 此时 乡亲们正排着对把打回来的渔火 依次交到一个名叫张无天的手中 张无天也是人如其名 他无法无天 仗着家里有点钱财 自己又会挤下拳脚功夫 于是便纠结了一些无赖之徒 专门在湖边干起了七行霸市的勾当 他自己给渔民们定下了一个规矩 那就是渔民们打回来的渔火只能卖给他 不能卖给其他人 而且价格还是他说了算 渔民们稍有反抗 张无天便会让人拳脚相架 有时还不让渔船吓唬 甚至叫人去家里打砸 善良的渔民们敢怒不敢言 只好忍气吞声 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 闻到三虎上交鱼货了 三虎今天没有收成 仅有的一条鱼还是他准备留给老婆煲汤喝的 于是三虎便计划和张无天恳求一番 希望他能把这条鱼留给自己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三虎来到了张无天的面前 此时张无天正坐在一张椅子上 翘着二郎腿 闭着眼睛悠闲地喝着茶 见三虎的手里并没有渔火 张无天的一个手下顿时对着三虎大声说道 三虎 你小子的胆子是不是肥了 竟敢把鱼货卖给别人 三虎赶紧低声下气地说道 张大哥 我哪有那么大的胆子呀 我今天遇到了一件怪事 确实没捕到鱼 你就高抬跪手吧 张无天猛地睁开了眼 上下打量了一番三虎之后 他冷笑着说道 三虎 你是咱们这里远近闻名的捕鱼高手了 说你摸不到鱼谁信呢 三虎继续哀求着说道 张大哥 我真的没有骗你 不信你去我的船上去看 张无天说道 你说你摸不到鱼 那你手里的包裹里又是什么东西 三虎低头看了看包裹 小声说道 这里面是一具尸骨 是我在水底碰到的 我就想着把它捞上来埋到岸上 听了三虎的话 张无天看了看三虎手中的包裹说道 哎呀 真是看不出来 你还有这份善心 来把包裹打开看看 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为了把这条鱼留下 三虎就把它和那对尸骨放在了一起 这样做也是企图能蒙混过关 但三虎还是低估了张无天的贪婪程度 听张无天要他把包裹打开 三虎犹豫了起来 见三虎这般神态 张无天越觉得他心中有鬼 于是便朝着一个爪牙点了点头 爪牙快步上前 一把从三虎的手中把包裹抢了过来 随即又把包裹里面的东西倒了出来 尸骨当中竟然有一条从未见过的鱼 看到这条鱼 张无天的眼睛都直了 这鱼从未见过 一定是神物 怪不得三虎要说谎呢 见张无天的眼睛盯住了那条鱼 三虎赶紧哀求着说道 张大哥 你就发发善心把这条鱼留给我吧 说不定这条鱼能让我妻子开口说话呢 张无天看都莫看他 冷笑着说道 哼 你竟敢私藏余祸 看我不打断你的腿 你还敢和我讨价还价 再说了 你那妻子天生就是个哑巴 就是老天爷下凡 也无能为力 你就认命了吧 三虎县好话不成 便上前就要找张无天来应的 没想到还没走到张无天的跟前 就被他的鸡个爪牙打倒在地 挨了一顿拳脚之后 三虎依然没有能拿回那条鱼 怀着气氛恨又失望的心情 三虎离开了岸边 因为还有那堆尸骨需要处理 三虎便朝着岸边不远处的一个乱坟岗走了过去 来到乱坟岗后 三虎找了一个土坑 便把尸骨放进了土坑里 随后又填图把尸骨掩埋了起来 忙完这一切后 三虎这才回到了家里 回到家中后 妻子王氏早已经给他准备好了饭菜 见三虎的身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王氏便赶紧笔画了起来 三虎便把今天遇到的事全部告诉了妻子 妻子听了以后 又冲着他笔画了一顿 从妻子的动作中 三虎明白 妻子是在宽慰他 吃过饭之后 怀着郁闷的心情 三虎睡下了 不知不觉中 他睡住了 睡梦中 王氏又能开口说话了 此刻 小两口正依偎在一起说住提及话 正在这时 三虎的耳边突然响起了一阵说话声 三虎 三虎 你醒醒 深更半夜的谁在说话 迷迷糊糊中 三虎睁开了双眼 屋子里漆黑一片 三虎伸手往旁边一摸 发觉妻子已经不在身边 借着微弱的月光 三虎看清楚了 此时妻子正坐在那里呆呆地望着他出身 妻子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温存 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一副冷冰冰的面孔 看到这 三虎不由地吓了一跳 于是一边比划一边说 老婆 你 你这是怎么了 半夜三更的你不睡觉 坐在那里干什么 就在三虎等着妻子用手势回应的时候 令他既害怕又惊奇的事情发生了 王氏突然开口说话了 三虎 你不要怕 我有一份富贵要送给你 对于王氏的话 三虎并没有听在耳朵里 此刻他正沉浸在妻子能说话的喜悦当中 老婆 你听见了吗 你会说话了 一边说一边就往王氏跟前凑了过去 还未挪到妻子跟前 王氏就伸出手来将他拦了下来 王氏的脸上依旧是一副冷冰冰的样子 说出的话来也没有一丝生气 你不要乱动 听我说 我不是你的妻子 听了王氏的话 三虎愣住了 你不是我的妻子 那又是谁 难道你一会说话 就不把我当作丈夫了吗 王氏说道 不要再胡搅蛮缠了 快 我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听好 三天后 张吴天辉的一场大病 而他的病只有你能治好 你只需要记住以下四句口诀 到时候在他跟前念上一段口诀 他的病就好了 而你也会得到一场富贵 说完王氏把治病的口诀告诉了三虎 说完这些话后 王氏便到头大睡 任凭三虎怎么叫他 他都没有醒过来 三虎以为自己尚在梦里 于是便狠狠地掐了一下自己 这才发觉并不是做梦 这天夜里 三虎再也没有睡着 第二天天亮以后 王氏起来了 见三虎一副懵懵懂懂的样子 便冲着他笔画了起来 三虎见妻子又变成了哑巴 看样子 他对昨天晚上的事情是一无所知 便连说代笔画 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统统说了出来 从妻子一头雾水的样子 三虎能够判断出 妻子也不知道 昨天晚上在他身上发生了什么 昨天夜里 妻子曾经告诉他说 张无天会生病 难道妻子能掐回算吗 他怎么会知道三天以后发生的事情 再说了 他告诉我的那四句口诀 真的能治张无天的病吗 对于这些 三虎病没有真正的放在心上 只要妻子能开口说话 就是让他变成哑巴 他也愿意 这天早晨 三虎照例坐船打鱼去了 回到岸上时 张无天还在那里坐着 因为有了昨天晚上的事情 三虎不由地朝着张无天多看了几眼 此时 张无天正有气无力地半躺在椅子上 一副病痒痒的样子 看到这 三虎的心猛的一惊 难道真的被妻子说中了吗 不会这磨准吧 管他呢 还有两天 到时候看看再说吧 想到这里 三虎便装出什么事情也莫发生的样子 赶紧悄悄地离开了岸边 回到家后 三虎把看到的全部告诉了王氏 王氏对他的话也是将信将疑 第二天 三虎又偷偷摸摸地看了看张无天 发现张无天比昨天病得更厉害了 这下 三虎不由地不信了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三虎离开了岸边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今天收鱼的时候 张无天给出的价格比平日里要高出了不少 三虎的收入自然也多了几分 拿到钱后 三虎高兴极了 于是就叫上一个名叫刘三宝的朋友来到里间小酒馆 三虎这个人心里藏不住室 鸡杯酒下度以后 便把那天夜里西附会说话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刘三宝听了以后大喜过望 于是便又劝三虎多喝了鸡杯 直到三虎把那几句致病的口诀全部说出来后 刘三宝这才扶着醉醺醺的三虎回到了家里 转眼间 三天的时间已经到了 第三天早上 岸上并没有发现张无天的身影 一打听才知道张无天得了一种怪病 听到这个消息 三虎彻底相信了 张无天才大气粗 他得病以后把城里的名医全部请了过来 但都无济于事 于是张无天便开始张榜争医 声称只要谁能看好他的病便重金相赠 就在三虎准备趁这个机会赚点钱时 他的好友刘三宝却杰族先登了 这天一大早 刘三宝早早地就来到了张无天节的门口 怀着忐忑不安的心 他接下了那张正一绑 把绑文揣在怀里后 他便在门口大叫了起来 快开门 快开门 看门的老张头开门一看 原来是补育汉子刘三宝 便朝着他骂道 刘三宝 你好丧呢 没看到我们家老爷正生着病呢吗 刘三宝拿出绑文 得意洋洋地说道 快开门吧 我就是给你家老爷看病来了 老张头上下打量了他一番 不屑地说道 就你也会看病 快管吧 不然的话待会儿可有好果子吃 说完便把门关上了 刘三宝一看 赶紧上前说道 你别小看人呀 要是我治不了你家老爷的病 我甘愿由你们处置 见刘三宝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 老张头的心里不由地打起了鼓 这相比相亲的 也没听说过他会治病呀 不过看他的样子倒不像是末世找事 再说了就是让他找事他有那个胆吗 就信他一回吧 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 老张头把刘三宝带进了屋子里 此时张无天正躺在床上 一副快要死的样子 见老张头把刘三宝带了进来 张无天不由得有些生气了 在老张头的一番劝说之下 张无天才同意让刘三宝给他看病 别看刚才说的那么好听 可真正到了给人看病的时候 刘三宝的心里还是捏了一把汗 定了定身 刘三宝开始站在那里念起了那几句口诀 不念不要紧 他刚一开口 张无天就抱着脑袋在地上打起滚来 看得出来 张无天非常痛苦 看到这刘三宝冒出立身冷汗 难道我记错了吗 想到这里 他又把口诀念了一遍 这一回张无天疼得更厉害了 还没等口诀念完 他就昏死了过去 剑不但没有治好病 反而把病治得更厉害了 刘三宝下的瘫坐在地 可这能怪谁呢 要怪就只能怪自己贪心罢了 缓了一会之后 张无天的疼痛稍微减轻了一些 见刘三宝竟敢捉弄自己 他恼羞成怒 于是便把刘三宝狠狠地打了一堵 看到这里 你或许会问 那几句口诀真的能治病吗 得确如此 只不过 那天夜里 三虎并没有全部把口诀记在心里 而是只记住了后半句 那天他在把口诀说给刘三宝听的时候 又少说了一句 完整的口诀自然是能治病的 但少了几句以后 他就成了催命的符咒 架不住张无天的一顿拳打脚踢 刘三宝只好把三虎说了出来 得知是三虎搞的鬼 张无天顿时恼羞成怒 于是便让人把三虎抓回来 三虎还不知道刘三宝的事情 此时 他正准备收拾东西 要去给张无天看病 就在他出门的那一刻 王氏又开口说话了 这回 三虎看清楚了 妻子在说话的时候 就像是完全变了一个人似的 举止神态于平日里 简直判若两人 只听王氏说道 别去了 已经迟了 王氏的话把三虎说得一头雾水 就在他要开口之际 院子里突然闯进来 几个标性大汉 三虎赶紧出了院子 一看 来人正是张无天的几个手下 那几人没有说话 上前拽起三虎就走 就在这时 王氏从屋子里走了出来说道 放开他 我和你们走 这几个大汉也都是附近村子里的地痞无赖 和三虎他们原先就认识 也知道三虎的老婆是个哑巴 此番听到他开口说话 都不约而同地愣住了 那几人还在愣神之际 王氏静止走到他们跟前 伸手将三虎拽了出来 奇怪的是 竟然默认伸手阻拦 不过 三虎并没有让王氏一个人走 于是 张无天的手下 他便把三虎两口子带回了张无天的家里 见到张无天以后 王氏并没有表现出丝毫距异 反而两只眼睛一直盯着张无天看 彭扶要把张无天看穿似的 在王氏凌厉的眼神下 张无天不由地冒出了一身冷汗 对于王氏能说话的事情 张无天也是将信将疑 等到他见到王氏后 他仔细打量了一番王氏 虽然面貌依旧是王氏 但从他的举止 神态能看出来 他其实并不是真正的王氏 他到底是谁 心里有了积分害怕 说话自然也就客气了一些 三虎老婆 听说你能治了我的病 王氏冷笑一声说道 别人的病我不会治 但你的病确实只有我能治得了 张无天说道 咱们可要事先说好了 你要是能治好我的病 银子随便让你拿 但要是治不好 那可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王氏说道 别废话了 赶紧让人出去 王氏的话就像是有某种魔力一样 旁人听了赶紧悄悄地溜出了屋子 屋子里只剩下张无天和王氏两人 看着王氏那副冷冰冰的面孔 张无天的心中不由得有些害怕起来 他强装镇定地问道 你真的会治病吗 王氏莫有理他 而是在那里念起了口诀 口诀尚未念完 张无天就感觉到了一阵说不上来的畅快 等到王氏念完口诀 张无天身上的病痛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他的脸上也露出了欣喜如狂的表情 还没等他高兴完 王氏就冷笑着说道 你先别急着高兴 这口诀只能管三天 三天之后可就难说了 张无天赶紧说道 那该怎么办 你说吧 要多少钱 只要你开口 我保证让你满意 王氏说道 我不要你的钱 你的那些钱都是从乡亲吻身上压榨得来的 我不要那样的钱 张无天追问道 那你要什么 王氏冷笑着说道 只要你按照我说的 去做好以下三件事情 你的病自然就会得到根治 张无天连忙问道 那三件事 王氏说道 你知道你胃食膜会得这场病吗 张无天摇了摇头 王氏继续说道 这都是你祖上无德呀 王氏为食膜会这样说 这张无天祖上三代都是恶霸 常年鱼入乡民无恶不作 他的父亲更是这一代出了名的地痞无赖 可以这样说 这里发生过的坏事 几乎庄庄渐渐都或多或少地能和他扯上关系 到了张无天这一代时 虽说已经收敛了不少 但伤天害理的事情也没少干 听王氏这样说 张无天的脸上不由地 有点不高兴了 不过为了治病 他还是忍了下来 别说废话了 你就是让我怎么办吧 王氏说道 你的父亲罪孽深重 惨死在他手下的人不知其数 他欠下的债只能由你来害 这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把你爹的尸骨从坟地里面 跑出来墨城粉篮后四处乱撒 这样才能消除他的罪孽 听了王氏的话 张无天不由地瞪大了眼睛 这 这怎么能行 王氏冷笑着说道 你爹生前残害了多少无辜的性命 害得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只有把他的骨灰墨城 粉洒在地上任由万人来猜 才能消除他的罪过 不过既然你不肯 那就算了 那你只能忍受病痛的折磨了 王氏说完后 张无天陷入了沉思 这样做真的能信吗 我这样一来 不就被上不孝的罪名了吗 哎 到了现在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想了一会之后 他又说道 那第二件事呢 王氏说道 离这里十里有个张家庄 村子里有个名叫张万才的老头 他无儿无女孤身一人 你要把他请回家里 以父亲之礼带他 直到把他养老送终 听了这话 张无天再次陷入了沉思 我与张万才素不相识 凭什么让我这样去做 哼 先按他说的做吧 等病好以后 再把他赶走不就行了吗 随后 他又问道 那第三件事呢 王氏说道 这些年来 你也积攒了不少钱财 但这些钱是怎么来的 你心里应该比谁都清楚 这第三件事 就是你得把钱拿出一些来 做些膳师 这样呢 你的病才能彻底得到根治 这个要求倒是不难 先拿出钱来做几桩好事 装装样子 等病好后 我再变本加厉地收回来 对 就这么办 经过一番深思熟虑后 张吴天答应了这三个条件 随后他便开始了行动 这一天夜里 张吴天悄悄地来到了 父亲的坟地 磕头祷告了一番之后 他按照王氏说的那样做了 第二天 张吴天又来到了张家庄 一打听 村子里果然有个名叫张万才的老头 张吴天便把他接回了家 随后 张万才又拿出了一些家财 做了几件好事 三件事情全部办完后 他的病车底好了 再说王氏 那天 从张吴天姐一出来 他就又变成了哑巴 对于刚才发生的事情 他丝毫没有知觉 现妻子平安无事 三虎这才长长地出了口气 转眼间 时间已经过去了十多天了 这十天里 张吴天的病没有再犯 见自己的病已经彻底好了 张吴天又恢复了往日的模样 他现实把张万才痛打了一顿 随后又把他赶出了家门 随后 他又想着法子 开始肆无忌惮地压诈于民 做完这两件事情以后 张吴天把矛头对准了三虎两口子 这一切都是因为三虎的哑巴老婆引起的 张吴天对他自然是恨之入骨 由于惧怕王氏的神通 张吴天便决定先对三虎动手 这天 三虎又驾着船出去捕鱼去了 就在三虎的船刚离开岸边不久 张吴天便带着几个爪牙悄悄地跟在了后面 来到捕鱼的地方 三虎撒下网后便坐在船上等了起来 就在这一时 张吴天家船出现了 见张吴天来了 三虎赶紧说道 张大哥 你怎么也来了 张吴天冷笑着说道 这还不都是因为你吗 三虎疑惑地问道 我 张吴天说道 还不是因为你那臭婆娘吗 跟上她 我出了多大的丑 今天我就要让她知道知道 我的厉害 说完 张吴天一挥手 爪牙便跳到了三虎的船上 爪牙手持棍棒照着三虎的头上 就打了下去 三虎一看不妙一个猛子 就扎进了水里 爪牙随即也跳到了水中 爪牙水性极好 他们迅速地把三虎围在一起 瞬间就把她摁在了水里 看到这一幕 张吴天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冷笑 一阵扑通之后 水面渐渐平静了下来 片刻之后一个人影冒出了水面 张吴天仔细一看 那人是三虎 他竟然没死 这是怎么回事 看到这 张吴天不由地恼羞成怒 于是 他也跳进了水中 就在他进到水中的那一刻 张吴天看到了奇怪的一幕 他的那两个爪牙正一上一下躺在水底 在他们的尸身上压着一块石头 看到这 张吴天不由地冒出了一身冷汗 就在他转身要往上游的时候 已经死去的爪牙 猛然尖身出了一只手 拽住了他的腿 任凭张吴天如何挣脱 就是挣脱不开 没过多久 张吴天也毙命了 在不远处 三胡目睹了这一切 这一幕把他也吓坏了 于是赶紧上船逃离了这个地方 就在他上船的那一刻 他想起来了 就是在这个地方 他发现了那具尸骨 回到家后 惊魂未定的三胡对王室说了这一切 听了三胡的话 以后 王室显得很是平静 只听他开口说道 活该 这都是他旧游自取 妻子又能说话了 三胡很是高兴 连忙问道 你 你又能说话了 王室笑着说道 放心吧 以后我再也不是哑巴了 听了这话 三胡喜出望外 王室又说道 今天早晨 你刚出门不久 我就睡住了 梦里 一个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出现了 她告诉我说 她名叫张小翠 也就是水底下那具尸骨的主人 二十年前 小翠被张无天的父亲害死了 然后沉湿湖底 为了怕人发觉 她还在尸身上绑了一块石头 或许尸恶有恶报 张无天的父亲年纪轻轻就死了 停顿了一下 王室继续说道 那天被你从水底里打捞上来以后 小翠便计划报案于你 那条鱼就是他送给你的 要是我吃了以后就能开口说话了 没想到却被张无天抢走了 张无天吃了以后就得了一场病 那天夜里 小翠就托梦于我说是要送你一场富贵 不料却被你醉酒之后告诉了刘三宝 为了得到那一笔赏银 刘三宝便自高奋勇地去给张无天治兵去了 谁知念错了咒语 张无天知道我会治兵以后 便把我叫了过去 就在这时小翠又付到了我的身上 随后我便告诉张无天要他办成三件事 而那个张有才就是小翠的爹 原本指望通过这件事情 张无天能改邪归正 没想到他却口是心非 无奈之下 小翠只好取了他的性命 听了妻子的话 三胡暗道 看来这还真是善有善报 恶由恶报 得知张有才无依无靠 两口子一商量便把张有才接到了家中 当作常备来对待 自从这件事情以后 渔民们没有了张无天的压榨 日子过得一天比一天好了起来 三胡依旧每天出去打鱼 每天都收获满满 留下一部分卖钱之外 三胡便把多余的鱼留下来送给村里的老人 此后两口子生儿育育 一家子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